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70年他考入邵氏的议员培训班 不到一个星期后就被张彻看中 对方安排制片人跟他签了合约 次年李修贤凭借电影《双侠》正式出道 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演艺生涯 但在最初几年里他几乎没有担任过主演 一直在给其他大牌演员当绿叶 为了争取到更多机会 李修贤开始学习剪片 配音 编剧 拍戏等幕后工作 为日后转型幕后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84年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公仆》上映后 不仅口碑票房双丰收 还让他一决斩获金像金马双料影帝 并提名最佳导演 最后李修贤开始在警匪片中大放异彩 制作和编导了流氓公仆 皇家饭 铁血奇景 霹雳仙峰等行侦题材的电影 塑造了数不胜数的警察形象 他还多次跟周仁发合作 一起主演了《龙虎风云》 《一本无情》《江湖情》 《蝶血双雄》等电影 成为了八十年代后期 荧幕上的不倒双雄 1987年李修贤创办万能影业 主要设置警匪 枪战 以及犯罪实录题材 建立了一个高度写真 惊险刺激的警匪罪案世界 或许是因为他自己有过 默默无闻的一段光阴 所以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背 1978年他挖掘成奎安入行 并让对方参演了自己制作的大量影片 1988年他通过万子良而认识 并重用了周星驰 星野早期作品《风与同路》 《情圣》《龙的传人》等 结为万能公司制作 1989年李修贤还发掘了 亚氏出身的张家辉 邀请他主演荧幕处女作壮志雄心 1992年他还为犹台返港的郭福成 量身定制了电影《伴我纵横》 黄秋生、古天乐等人 也在他的提携和帮助下 成长为撑起香港影坛半边天的大咖 近20年来 李修贤除了偶尔在电影中客串 平时鲜少露面 自2014年之后 他甚至只演了一部电影《反飙车行动》 如今的他已经白发苍苍 满脸皱纹 看起来尽险老态 但他对香港电影的贡献 不会被大家忘记 2.江大卫 江大卫是老少观众都比较熟悉的一位演员 他出身戏剧世家 父亲严画 母亲洪威 哥哥秦佩都是演员 同母义父的弟弟尔东升 则是知名导演 他三岁随家人从上海移居到香港 四岁走上荧幕 与哥哥秦佩及妹妹秦惠敏 合演了《街童》 《江山美人》 《马路小英雄》等电影 但到了青春期后 面临转型的他几乎接不到什么戏 还因为成绩不好而放弃了学业 哥哥秦佩便介绍他去当了武行 1968年 他获得大导演张彻的欣赏 出演电影《游侠二后走红》 被邵氏力捧为当家小生 1970年 江大卫因主演报仇 成为香港影史第一个亚洲影帝 也是第一个凭武打片拿到影帝的男演员 红遍东南亚 此后他出演了《十三太保》 《叛逆》 《刺马》等多部影片 眼神落寞忧郁 动作干脆利落 获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他还一度成为了全港少女的偶像 三大才女 易叔 李碧华 许安华 都是他的粉丝 不过他谈过的恋爱也不少 只是大多数都无疾而终了 直到1970年11月 江大卫在朋友婚礼上认识了演员李玲玲 才终于安定了下来 虽说婚前的江大卫情史丰富 婚后却始终如一 外出拍戏时都要每天和妻子通话 因拍戏传出绯闻 也会第一时间跟妻子解释清楚 婚后他的事业发展得也不错 转型为导演 指导了上天救命 听不到的说话等影片 他还客串了《龙城岁月》 《不依神像》 《雏菊》等电影 不过 自从李玲玲2011年查出患上大肠癌 并接受了手术后 江大卫就减少了工作量 除了偶尔客串一下 他很少再拍戏 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陪伴李玲玲抗癌 2017年 李玲玲终于抗癌成功 身体消瘦 面色却红润 一看就被照顾得很好 3.狄龙 年轻观众对狄龙的印象 或许是环珠格格三里的乾隆皇帝 其实上世纪70年代时 他被誉为湘江第一美男 颜值出众 功夫正宗 演技也很优秀 22岁那年 狄龙终于考上了 邵氏的南国演员训练班 并顺利成为邵氏公司旗下的一员新将 跑了一年龙套后 导演张彻从十位新人演员中首选了狄龙 让他出演了电影《死绝》 他在这部戏中结识了江大卫 两人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兄弟 还双双成了张彻导演的御用男主 此后合作了近30次 凭借《十三太保》 《新独必刀》 《水浒传》等一系列影片 这一对湘江双子星很快就名震香港 1973年 狄龙凭借电影《刺马》中的反派马新义 获得了第1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优秀演技特别奖和第19届 亚太电影节优异演技奖 然而成名后的狄龙 却与江大卫渐行渐远 而告别江大卫后 狄龙又和古龙楚源 成为了江湖铁三角 他全市的多情剑客李寻欢 风流香帅楚流香 天下第一刀富宏雪等大侠 都获得了古龙的肯定和赞叹 但周年后的狄龙因一次拍戏时 从马上不慎跌落 使面部塌陷骨骼变形 随着年龄的增长 皮肤也松弛下垂 再也找不到往日 湘江第一美男的冯华正茂了 再加上邵氏公司 也失去了昔日的光辉 放弃了与他的合作 他只好往现代电影发展 出演了《英雄正传》 《人民英雄》等影片 1986年 他在《英雄本色》中 饰演了落魄大哥宋子豪 19斩获第23届台湾电影《金马影帝》 可惜他后续的其他作品 都不如《英雄本色》的关注度高 渐渐从主角变成了配角 但他太爱演戏 演不了武戏就演文戏 演不了哥哥就演爸爸 一直活跃在台前 2021年8月17日 网爆迪龙在家中冲凉的时候摔倒至昏迷 近期被送往医院 疑似情况不乐观 迪龙的儿子谭俊彦接受了电话采访 亲自辟谣没有此事 他表示父亲身体很好 还去家中探望过孙女 并没有发生意外 迪龙在这个年纪还能坚持工作 可见身体状态不错 希望大家能给老戏骨多一些善意 不要随意造谣 期待迪龙在新电影中的表现 预祝拍摄顺利 4.陈关泰 说起陈关泰这个名字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会觉得不熟悉 他是香港黑帮片鼻祖马永珍的主演 全程没用替身 亲自完成所有高难度打斗戏 可以说是香港黑帮片的第一代功夫大佬 1968年陈关泰参演了动作片《八部追魂》 同年5月他还在新加坡举办的 第一届东南亚国术比赛轻量级甲组赛中 以五战五胜的成绩夺得了冠军 正是通过这场比赛 导演张彻被他实打实的功夫所震撼 将他签约到邵氏公司 并为他量身定做了经典电影《马永珍》 为了捧红陈关泰 张彻还让当时已经走红的江大卫为他作配 电影上映后 陈关泰凭借扎实的功夫 成功跻身一线功夫明星的行列 一度与李小龙齐名 之后他陆续出演了《刺马》 《大刀王武》 《少林子弟》等电影 1975年 陈关泰曾离开邵氏 远赴台湾发展 与1976年自组《大盛影视公司》 指导并主演了动作电影 《少林黄飞鸿之铁猴子》 1978年 他又返回邵氏 在《上海滩大亨》中饰演了《王静勇》 又在《杨过与小龙女》中饰演了郭靖 1990年 《白血球》过多 《白血球》过多 还曾险些重风 需要长期吃药打针控制病情 为了养病,除了偶尔回港拍戏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内地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相比《五虎将》中的其他演员 王忠的知名度较低 因为他早早就淡出了影视圈 王忠同样出生于上海 原名江佩军 据说是江大卫的表哥 两家人一起移居到了香港 1968年,王忠陪江大卫去剧组面试 江大卫顺利被邵氏签约 他跟着表弟一起进了邵氏 但颜值高,演技好的江大卫 一进公司就开始担当主演 很快就迎来了成名的机会 王忠却一直在当武师,跑龙套 几乎没有上镜的机会 1973年,王忠终于在电影《警察》中担任了主演 只可惜,风头被另一位主演《复生》盖过 《复生》迅速走红,戏约不断 王忠却继续坐冷板凳 最后不得不另谋出路 决定自己写剧本拍片 1980年,王忠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金手指》上映 开创了写实警匪片的电影主流 他也因此被称为是写实警匪片导演组师 王忠曾于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 为立世主演过警匪为题材的《大丈夫》、《大控诉》等剧 1981年,澳洲帮助朱立世后 就将王忠与潘志文、朱江等人评为了高薪无号召 也就是批评他们片酬高 却没有相应的票房号召力 并与他们解了约 此后,王忠便渐渐转到幕后工作 于1992年在《武装员苏起儿》中演完《莫长老》后 他就淡出了演艺圈 2011年,他在保卫战队之出动了《朋友》中 客串了一个餐厅老板 之后彻底淡出了公众视野 连表弟江大卫也联系不到他 不了解他晚年的境况如何 2021年,港媒报道称 74岁的王忠因病去世 虽同为五虎将 但王忠的遭遇实在是令人唏嘘 刘德华、杨朝伟、黄日华、苗乔伟和汤振业 并称无限五虎将 还有江大卫、狄龙、陈关泰、王忠、李修贤 并称张家班五虎将 不过在张家班五虎将之前 还有一个邵氏五虎将 分别是王忠、罗列、张义、郑雷和戒元 一起看看吧 独臂刀大侠、王忠 李小龙称霸香港影坛之前 王忠才是王者 独臂刀王、龙虎斗连续两年票房冠军 是邵氏头牌影星 江大卫、狄龙是他的师弟 邹文怀创立家和的时候 将王忠也拉走了 只可惜因为独臂刀版权问题 再加上李小龙的横空出世 70年代后期 王宇多在台湾省、日本开拓市场 香港市场基本上难斩拳脚 王宇当年出演的独臂刀 成为了香港第一部破百万票房的电影 而她当时才23岁 相貌英俊、身材挺拔、还会武功、很受女性欢迎 而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曾江妻子兰蒂的闺蜜 31岁的林翠和嫂子一起玩时时常碰到王宇 林翠的玉姐风范吸引了王宇 养人很快就搞在了一起 秦剑这绿帽戴得太冤了 其实不然 秦剑导演在接连拍摄了几部烂片之后 事业受挫的她爱上了赌博 把家中财产挥霍一空 林翠剑秦剑已经变成没了浪子回头的可能 便与其分居了 这才接触了独臂刀王王宇 除此之外 和林青霞、林凤娇、崔台精等女星都有过绯闻 现实生活中 王宇也比较讲义气 恩师张彻指导上海滩十三太保的时候 他也出演了一个角色 曾经还帮助成龙摆脱罗维电影公司的合同问题 估计成龙当年出演火烧岛 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还恩情吧 1944年 原名王政权的王宇 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巨富之家 父亲开步厂、泥厂、面粉厂 是当地的工厂大王 作为公子哥的王宇 从小受到东西方文化的熏陶 得志体美全面发展 年纪轻轻 就养成了一副好皮囊、好身体 不过这也为他以后的人生埋下了隐患 强壮的体魄 让王宇总是忍不住去打架 找麻烦 后来成为明星后 还加入了竹联帮等帮派 而冷酷的外表 则让他开始招风影蝶 吸引了无数的女性蜂拥而至 原本王宇可以在上海 继续当自己的富家子弟 没想到后来革命党闹市 家产被超 王家只好逃到了香港 1964年 香港武侠片宗师级大导演 张彻为自己的新电影挑选男主角 当时年仅20岁的王宇 则在朋友们的怂恿下过去试镜 不过他刚到邵氏片场 就因为说话带着上海口音 而被其他来试镜的演员们嘲笑 从小争强好斗的王宇 怎么会惯着他们 直接拳打脚踢 以一抵舞 将这些人打倒在地 张彻顿时被王宇身上的这种英雄气所征服 收他为大弟子 拍电影捧红对方 自身良好的武术基础 以及出众的外形 使得王宇在片中扮演的少年侠客 极具感染力 成为香港人心目中狭义的化身 三年后的1967年 尼匡为张彻提供了一个名为独臂刀的剧本 张彻顿时被这个故事吸引 找来自己的大弟子王宇出演电影里的独臂刀王 自小叛逆的王宇 将自身的反叛精神与男主角相结合 更是将个人英雄主义完美地表达出来 不仅让该片成为香港首部票房突破百万港币的电影 更打响了自己在海内外的名头 一时间崇拜者无数 王宇爆红港台 东南亚 成为真正的银幕偶像 孤胆英雄的代名词 成为了超级武打巨星 连李小龙跟成龙都要跟在他的身后 同时王宇的身价也迅速攀升 片酬在少市拿最高 然而 钱什么都能买到 就是换不回健康 2011年 67岁的王宇突然中风 左半边身体都无法动弹 不过幸好不太严重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但是也埋下了病根 四年之后 王宇在泰国坐飞机时 再次中风 这次就很严重 差点当场去世 先是在当地做手术 情况稳定后 又转到了台湾振兴医院 足足待了五年 他一开始不能说话 要靠插管进食 连翻身都要人帮人 被女儿形容为失智老人 他请了三个贴身护工 24小时轮流看护 病房一天的房费 就是三千元 比普通人一个月工资 再加上治疗 药物和护理等 开销巨大 每月要花费数十万 好在他家底身后 不惜代价的治疗 现在已经低调出院 二 一正一邪的大佬 罗列 李小龙生前 留下四部半电影 传播度最广的是 龙争虎斗 当年全球斩获 2.3亿人民币票房 其中北美2500万美元 自此许多外国人 知道李小龙 其实准确说起来 罗列比李小龙 更早在国外成名 他的天下第一拳 是香港第一部 在美国上映的影片 当年票房也是大卖 当然了 罗列在影坛 不是靠功夫 而是靠演技 张彻第一代四位弟子中 他的演技最好 一正一邪 角色多变 张彻 刘家良 楚源等导演 他都有合作 八九十年代 和成龙 红金宝合作多次 飞龙猛将 警察故事三 忠义群英 奇迹中 都有他的身影 同时 他在亚市也待过一段时间 太极张三丰的哈赤尔 富红雪传奇的月成风 千王之王 重出江湖的货照服等 罗列演技好 不过却是一个花心之人 曾因欺骗月韵感情 被骂渣男 不管怎么说 罗列如今已经不在了 一切就随风消逝吧 三 建美先生 郑雷 香港影台有不少建美动作演员 比如杨思 西邪美智子 陈志良等 郑雷也是其中一位 当年被恩师张彻挖掘加盟少士 和王宇 罗列 吴玛是张彻第一代弟子 在少士十几年里 他基本上都是出演配角 一直兢兢业业 虽然张彻没捧红他 不过他也在庆祝张彻入行四十周年的电影《一胆群英》中出现 最后张彻葬礼也以弟子身份参加 是一个情深义重的汉子 1963年 邵氏为电影虎侠兼招聘演员 建美先生出身的郑雷作为幸运儿之一 被张彻选中 得以进入演艺圈发展 之后和王宇 吴玛 罗列 成为张彻第一代弟子 并和王宇 罗列 张艺和介缘并称少士无虎 郑雷虽有一身肌肉 但身高是一大硬伤 所以在张彻的电影中多为配角 但是他从来不抱怨 而是认真的演好每一个角色 相比较电影的话 大家应该更熟悉他的电视剧中的表现 第一部引进内地的港剧《霍原甲》中出演赵星险一角 和霍恩帝一家斗得不可开交 还有94版《神雕侠侣》的《慈恩》 97版《天龙八部》的《乌老大》 96版《笑傲江湖》的《穆高峰》等 1998年演完《天地争霸美猴王》之后 基本不就不见其踪影了 4.香港第一代展昭 张艺 张艺不仅学过京剧 而且还有一身的功夫 再加上外形俊秀 所以早期出演过许多大侠 诸如书剑恩仇录的《神秉义》 七侠武艺的展昭等 还有《神剑镇江湖》 《夺魂灵》 《五虎屠龙》等影片 早期的影片也许大家没看过 不过张艺八九十年代 也演过一些港片 诸如《霹雳大喇嘛》 《中华战士》 《再战江湖》 《战神传说》等 同样 张艺在电视剧领域 也塑造了不少经典角色 比如亚世的四大名补 出演铁手一角 《无线电视台》 则有侠客型的《贝海石》 古天乐版《神雕侠侣》的《公孙芷》 《圆月弯刀》的《任天行》等 再近一点的话 就是《经国枭雄祥》 《详发书》一角 典型的《愚中之人》 演完《天梯》的《贺昆瑶》之后 基本不见张艺身影了 五 英年早逝的动作演员 戒园 香港影台有不少 英年早逝的动作演员 诸如李小龙 傅生 江生 李国豪等 其中 戒园也是其中一位 去世的时候 年仅32岁 戒园早期参演过 《独臂刀》 《催命符》 《阴阳刀》 《十二金钱镖》等影片 一般都是壮汉 肌肉男之类的角色 许多人小时候 应该看过《捏蛋神片》 《鹰抓铁布山》吧 戒园在里面出演 《刑部侍郎一角》 和沈月有一场较量 第一张图 是戒园和郑雷 昔日的《少士五虎将》 《独臂刀大侠王宇》 疾病缠身 罗列 戒园已不在 而郑雷和张艺 也淡出了演艺圈 话说你们对他们 还有多少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